要靠街頭藝人證照 過去必須在排定的時間 統一在考試場所表演 經審議委員現場評分通過 才能獲得街頭藝人證照 取得在合法場所表演的資格 今年宜蘭縣街頭藝人申請作業已經起跑 類別同樣分表演藝術類 視覺藝術類 創意工藝類 但不一樣的是 今年已經廢除考證制 改為登記制 為了要尊重人民從事藝術的自由 以及回應民眾對街頭演出的趨勢 所以我們今年宜蘭街頭藝人 也將往年的現場的實際展演內容審查 改為程序審查 也就是說申請者只要你符合申請資格 然後呢完成申請程序 並一規定繳交相關會員之後呢 就可以取得街頭藝人證 那同時呢也可以 在本縣的街頭藝人的空間進行展演 登記制申請資格需要年滿16歲以上的國民 防疫期間僅開放用網路申請 或將資料填好郵寄到宜蘭演藝廳 經書面審查且資料完整無誤就可以領證 申請日期到8月13號為止 證照預計在9月6號會開始計發 有效期限一樣兩年 期限屆滿必須換證 今年宜蘭縣街頭藝人證的申請 已經在7月12號開始受理了 我們的申請期間一直到8月13號截止 那我們今年受理申請的類別跟往年一樣 有藥藝術、市捷藝術以及創意工業三個類別 那今年申請的方式呢 因為黃毅的關係 我們改用線上的申請跟郵寄 紙本郵寄的兩種方式 那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到宜蘭縣政府文化級的官網 以及臉書查看詳細的資訊 不經過考試的街頭藝人 表意工夫的呈現 會回歸市場機制 演出能夠擄獲人心 自然會回饋到打賞獎勵上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 請看廠長報道